就直接播了 對 但應該還沒有人 我們還有披薩在這裡 請問你會拍一張 這樣可能會是 哈囉有人嗎 欸有欸 開始有人欸 12個 我問你比較會那個 我不會 29個 是不是大佬會壓什麼 沒有啊 哈囉大家好 嗨 我們是蘇妮養成季第五集 第六集的特別來賓 耶 我要先介紹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出場的 我特別邀請他們來一起看戲 第五集有出現的是 我們兩個 耶 我們的這個 大罐 王進罐 大罐 大罐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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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莉亞 哈囉我是黃莉亞 警察代言人 各年代的警察 天黑請閉閉眼 你也是一個警察 天黑請閉眼 對 閉眼大概有六次警察 對對對 然後還有我們看 看起來一點殺傷力都沒有的流浪漢 看起來非常善良的流浪漢 好 大罐來 耶耶耶耶 好然後接下來第五集 帥哥來囉 先不要被我的髮型影響 那是因為我要另外去演歌 所以我整個弄得很像男生 不要管我 大家就是可以聊一下這兩集 你們看到的 討論一下 對 我要看一下 我要從哪裡才可以看得到 喔唷唷唷唷 看到嗎 我以前在三立交過的學生 非常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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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希望以後可以在更多的作品上面看到他 對 謝謝老師 能夠跟 銀萱對戲還能夠那麼自然的 真的不簡單 沒有我知道 跟銀萱對戲 那個壓力有多大 我第一天那個 就是在他租屋出那邊啊 我手是在抖對不對 一路上不是要走一個轉彎嗎 對 然後他就 老師 他一開始有點緊張 誰碰到銀萱都會緊張啊 他一開始有點緊張 但是後來就非常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姐弟倆塑造出來的 真的很有家人的感覺 就像我跟我弟弟妹妹相處的 那種有一點點 默契啊 對 然後不會 就是說話都蠻狠的 蠻毒的那一種很很很很 很隨性的那樣子 好我再問你看一下 鬥嘴的東西都是那個 欸你們有什麼問題 他也在跟我講 很年輕人 浩勇說韋恩很棒 謝謝老師 凱爾說 逼你尖叫大得分 尖叫 高分貝 你知道貝是角色 角色設定 角色設定 就是偷 就是有看的觀眾應該知道 弟弟你知道就是 他即將會有一個秘密 你知道 我記得我認識到他來說 老師我好像沒覺得 什麼可以尖叫 可以可以可以 但我是覺得很妙的就是 你聲音聽起來很低欸 對 可是你怎麼發出這種高動的聲音 對啊 其實我自己本人只要看到蟑螂 也是也是那個那個頻率 所以我就 真的上不去欸 哈哈哈哈 上不去 好高喔 對 欸今天的確是講了一些比較 就是我們以前大家六年級生都經歷過的一些歷史 比方說以前啊 我小時候警察真的是會來家裡查戶口名簿的 就真的會 他會帶一個本尺查戶口名簿的 現在不太可能了 對 你已經沒有離過 你的世代不一樣了 因為已經有電子檔了 對對對 然後以前 我也聽我阿嬤他們叫警察 都是叫大 呃呆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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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呃呆呆 對 就像 嗯 那個 當然我們是用比較細虐 比較幽默的 因為我們都希望觀眾 可以比較輕鬆的去看裡面 我們想要講的一些主題 那當然每個人看出來那個 被子 頭色是不一樣的啦 應該這樣講 就是 我覺得這個大家不用太嚴肅去看待 就是每個人都經歷過那樣的歷史 我記得我自己小時候碰到 那個獎金國死掉的時候 我自己還偷偷跑到廁所去 但是我發覺我的家人好像都沒有什麼反應 然後呢到學校去學校也都哀騎一片 然後我就心裡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的家人怎麼那麼不愛國啊 這樣子 就覺得以後台灣應該怎麼辦什麼的 後來當當那個我喜歡看的電視劇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那個 那個環君明珠 八點檔的電視劇 然後我發覺好像整整差不多有 兩個星期都沒有辦法看到 那時候台灣都不能播一些搞笑 反正就各種娛樂不能有的時候 我就開始對這件事情 開始有另外一個 對 開始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們其實只是很笑鬧的 希望把這個歷史 呈現出來在今年第六集的時候 對 好 蔡詠森很相符 蔡詠森是不是 歐拜託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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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殺青酒的時候看到演 他小時候蔡詠森一直說 啊完蛋了人家小時候那麼帥 我找他怎麼辦 不要這樣 歐華演戲有他自己 你會越看越喜歡他 他很帥 OK 很暖 很暖的 對 然後還有什麼啊 阿嬤對 我要幫阿嬤說一下話 那個很多人都一直在罵阿嬤 我記得我上禮拜有幫阿嬤說話 阿嬤就是因為這麼真實 所以他才會讓人家恨得牙癢癢的 哈哈 就不要再罵阿嬤了這樣 對 還有什麼 蔡詠森說 藝文髮型很好看 是假的 喔對 我跟大冠 大冠呢 基本上算是我家人 所以他對我也是一種又愛又恨 哈哈 我們從愛回來就 不只愛回來 以前劇場我們就一起常合作 對 他跟我以前 我們在學校是一目情侶 欸後來就再也沒有過 哈哈 就是 唉呀 基本上我邀請來的每一個演員 包括我們今天第六集演班長媽媽的 他叫王思純 都是我們劇場非常優秀的演員 對這些都是我劇場的好朋友 耶耶 都非常厲害 基本上他們來演就是替這個角色 喔還有長得很像立英傑的老師 豆子老師 廖怡林 對 廖怡林 他去年的金鐘獎迷你聚集的最佳女配獎 對 他也是很阿沙利的就來台南幫我們演老師 就都很厲害啦 每一個演員都非常厲害 嗯 小朋友怎麼這麼貴也哪裡找來的 嗯 小朋友其實也都是試進來的 但是在台北你要找說台語還不錯 小朋友其實不容易 嗯 啊所以這些小朋友我們試進來之後 我們還有先幫他們 上課 但是其實也不是上課 就是讓他們彼此熟悉 然後了解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讓他們玩遊戲 就是我帶著他們一起玩 所以我覺得這群小朋友 其實反正就很有天分 那只要在現場你給他適當的一些指導 對我覺得他們都可以表現得很棒 好 還有什麼 欸王子晴也上來欸 很想立馬看下一集就一定要的啊 一定要放勾子勾你們啊 哈哈哈哈 看到喜帖上面 蛤 江顯榮要結婚的心要不是他 OK 好就等著看 欸不要多我在講話 吳亦宏嗨 你好啊 你要對鏡頭啦 我有啊 哈哈哈哈 真的 對手指 喔對好 第五集阿嬤的那個廣播真的超強的 真的超強的 那個麗姨姐藝演他基本上是 麗姨姐都是T1OK 對從T1OK 他從等待在那邊有點流眼淚 然後到開始後來公公 你知道嗎 哈哈哈 開始轉整個荒腔走板那個 他基本上麗姨姐就是T1OK 一氣呵成 一氣呵成 對 那我覺得那一段非常的精彩 他把各路人馬 就可以表現出那時候台灣人情是很暖的 你的一個朋友不見了 失蹤了 然後整個村子的人可能都會去動了 去找小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累了 然後就聚集在家裡門口 然後我演的那個其實就是之前跟媽媽一起跳土豐舞那個金鳳阿姨 就是去買東西後來發現說小朋友失蹤了 然後就跟著去幫忙料理一些 準備一些開水茶水阿 因為警察也要來阿 大家都要來開會找小朋友 所以我就在那邊嘎一講這樣 瑩瑩姐姐在現場 瑩瑩姐姐在現場 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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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你今天的飛箱舞階段實在太屌啦 瑩瑩瑩那條路太厲害了 瑩瑩瑩瑩超好笑 好花絮的部分其實我們的花絮真的都蠻精彩的 我們的小編 小編布魯諾非常用心 他真的剪了非常多精彩花絮 我希望之後能夠有機會 可以在電視上給大家看到 這個我們會跟華視爭取 瑩瑩瑩問長年菜有沒有吃完 那個花絮應該有 那個 塞著花絮 喔剛才施純傳訊息給我 對 弟弟呢我們一向延續他小時候的一種很低的存在感 所以當他姊姊 對 所以當姊姊 全家人為了姊姊結婚 在有一點點又悲又喜的時候 只有弟弟就說 哈囉 欸我也小膽耶 你也超可愛的 喔有網友說他的外公還會幫人家廣播找狗 是的 鄉下人真的非常的有人情味 我們在拍的那個金寮老街 也非常有人情味 一直到現在我們都還可以感受到那個 因為他 我們的屋主五軟大哥都還會一直幫我們 每天分享我們的貼文 然後那個 對然後 然後我們寫對面的RB記啊 都還會 就是星期天到時間到的時候就會開始叮嚀 醋餅頭櫃 趕快打開華視看屬於養成績 欸我不能把小編名字 欸有人說不能把小編名字講出來是不是 不能嗎 不會啊 不會啊 我就是想讓大家知道 小編就很優秀 完蛋 說家民有男友的設定太讚了 對 所以嘛我就說 我們雖然講的是懷舊 雖然它真的是我們那個年代懷舊 但是我們真的希望 就是它 它是可以很現代的 你知道我們現代其實 性別的議題 這種同志的議題 可能現在每個家庭或多或少都會遇到 我們就很希望家庭來一起討論 自己跟那麼多大咖演壓力有沒有很大 超大 自己說 真的超大 那時候就第一天跟怡賢傑的對戲 他人很好啦 是我自己的壓力很大 因為他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會覺得自己 在工作現場不能像粉絲 不然其實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應該是 我的偶像在面前跟我對戲 我後來有跟他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那天就真的是非常緊張 然後到台南之後 蘇森哥啊 李玲姐他們就 啊 很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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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一次非常難 非常難等 真的 他有很多 帝後門 對不對 就很像真的一次上了 幾十個小時 幾百個小時的表演 Bangie Bangie 還要學Bangie 哈哈哈 但你要 謝謝老師 他也要撐得起來啊 對不對 真的很厲害 完全就是 弟弟大家說可以耶 弟弟我可以耶 弟弟我也可以 哈哈哈 暖男耶 超暖的 喔 許建佑小時候那麼大隻 長大 鬥牛 長大就是會愛漂亮啊 減肥啊 對不對 有時候小時候 跟長大的形象差很多 我覺得很巧 軟大哥上來囉 軟大哥 哈囉 軟大哥 今天 我們的 那個浴室 好像有亮相 之前也不知道有沒有聊過 想前面四集 浴室 沒有 那個浴室 是不是很非常的復古 就以前會 會有那種 那個石頭貼的浴槓 小小瓷磚 然後還有那個洗手台上面的那個 塑膠的 有鏡子的 然後通常會放 掛浴帽啊 放 塑膠杯啊 這個好復古喔 以前每個人 我們會 回去阿公阿嬤家 都一定會看到的 托到小潔上 欸小潔 弟弟拖 一圈 姐姐 你知道對嗎 你弟弟已經忍受了 你今天 我好像 我好像那個 沙丁酒之後都沒有看到自己 好像是耶 可是我那個 那個 手音可能都我穿去 OKOK 韋華也上來 韋華 韋華你那是什麼表情 韋華 3號 3號 蔡詠生 蔡詠生 好 欸剛才我說我要解釋什麼東西 你記得嗎 小編 阿那個那個 警察制服 喔 警察制服 以前卡其色 好像有看到我們那時候 服裝有去查 民國77年之後 就開始了 服飾卡其色制服 對 對 所以 灰色制服用到今年 用了30 好像用了將近有30年 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們有去查證過 當然 有時候那個年代 有人會問說 小佳琳的年代 到底是什麼年代 其實小佳琳 因為他的事件沒有連貫性 他的一到十幾 是比較像是隨機單元性的 所以我大部分會把它設定在1988或1989這個年代 當然有的時候有一些細節 我很希望能夠把它放進去 可是有時候年代就差那麼一點點 我就還是會偷放進去 這一點要請觀眾 眼尖的觀眾 然後說到眼尖的觀眾 我要真的非常謝謝 有一些網友 像PGP上面的網友 他有查到說 哇這個佳琳回來之後 我們的冰箱也換了 事實上 這真的是我們美術組 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 對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只要一換年代 基本上所有的家具也好 細節的東西也好 都會換燈啊 然後包括展板 什麼就是你看到的 我先不要爆雷 其實基本上我們有三個年代 喔 現在只出現兩個年代 就是 滿花錢的 對這個沒 但是真的很感謝 就是他們很用心 然後也非常感謝 看戲的觀眾 能夠看得那麼細 能夠看得這麼細 能夠看得這麼細 沒有那個都沒有 班長 班長怎麼樣 班長請假沒在 喔對 這個也要跟大家解釋 有人問說 為什麼蔣經國史料 跟班長請假那邊 有點看不懂 的確那邊也是我們在 取捨 就是選擇上面 要有所取捨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有拍一場戲呢 是 蔣經國去世那天早上班長請假 然後班長午休有來 然後午休來一直哭 然後小嘉琳就以為班長的哭 是因為 就是總統死掉了 他就覺得 哇班長好愛哭喔 這樣 但其實班長那天是因為 家 對家裡的事情 爸媽要領婚了 但是因為我們的戲 後來反正就是 簡介上面 取捨上面 所以我們就把那一場 班長午休 回來的那一場戲拿掉了 喔 就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會有點誤會 有關係的 對對對 這樣 這點要跟觀眾說拍一遍 有浪漢設計部說話的原因是什麼 對 就跟現在差不多 哈哈 後後有浪漢 流浪漢基本上就是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 另外有故事的人 對 基本上流浪漢的故事 也可以拉出來做一張 欸那你自己說看 你來拍的感覺是什麼 我那時候覺得就是 你可以大聲一點 他們說話子 聲音有點 我覺得來聽還好 還好 好 那你說大聲一點 我覺得他是逃兵 你怎樣就是 我自己設定啦 我自己想像中 然後加上 以前聽爸爸媽媽 不是爸爸 爸爸阿叔他們講 當兵的過程 我自己覺得 他應該就是一個 本省人去當兵 然後過得不是太開心 然後跑走的兵 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辦法回家 加回不了 對 對 我是這樣想 然後就覺得說 因為他不是個壞人啊 這樣 其實就是放棄自己的人 這樣 是自我放逐的人 對對對 對 但是我覺得大罐很厲害 是 我媽做了很多那種 頹廢的造型啊 不管怎麼做 就還是覺得說 怎麼都還是這麼帥啊 很帥啊 那個眼睛 那天我跟大罐拍 拍戲 我去拍的那天 剛好遇到大罐結帳 然後我就覺得 欸 Eason嗎 那為什麼 陳怡俊發胖怎麼會這樣 對對對 但是對我來說 大罐在我眼中 沒有胖這回事 就是陳怡俊的 因為他的眼神 大罐眼神太 太清澈了 你知道嗎 亮亮的 然後就是很善良 就是 我們希望他就是 做一點懸疑 好像感覺小嘉玲 會遇到什麼危險 但是好像大罐就是那個眼神 覺得他 他是沒有辦法做壞事 有但是他在鐵軌那裡 遇到陳嘉玲 是有那種 會騙到我了 是不是最近 有綁架還是什麼的 然後是要 對你家裡做什麼事 這樣子 很多人對於 許建佑跟陳嘉玲的部分 想看更多 他們有床戲嗎 基本上我只能說 本劇最大的尺度 我露最大的尺度 已經剛才小嘉玲浴缸 有了 艾川小可愛 我們讓他們要帶 我們還給他溫水 給他跑 讓他演出獄的行動 但是本劫最大尺度 應該沒有辦法有更大尺度 應該沒有辦法有更大尺度 我記得那時候 嘉玲老師不是常常說 他夾什麼夾什麼嗎 沒有 沒有 等一下 小心 每周波兩集讓人好掙扎 第二天要上班 喔是喔 好 關於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是陸續 因為我跟小輩 真的 我們每一則留言都會看 但是有時候很興奮 想要回留言 但真的太累了 但是我們大部分會看到 像連我媽 我媽都會覺得說 一個晚上播兩集 看完都已經十一點半了 再加上我們又有直播 所以他們就覺得 喔第二天還要上班 就是會很痛苦 那這個我們當然 我們都會反應給華視 然後還有一些 比方說 花絮要不要播 甚至有沒有重播時段 這些我們都會 反應給華視 然後再看看 他們有沒有什麼 就是想法 會跟我們討論 然後我們再跟大家說 我們當然是希望 越多人 能夠看到這一幅戲 越好 那一次播兩集 我覺得有好有壞 一次播兩集 比方說看會看得過癮 但是 嗯 一次播一集可能 那個期待又會拉燈 I don't know 反正anyway 有人問嘉明是什麼工作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也很想問 你這樣是什麼工作 嘉明有講啊 有講有講啊 嘉明就很乖 他其實跟爸爸 是同一個命運 爸爸是走什麼路 不要爆雷 不要爆雷 喔不要爆雷 這是 反正在家裡的地位 也都差不多 一樣的 就是留在家裡 照顧大家 Yes 是的 嘉明是專程北上去接 因為他知道他姐姐有狀況 那就是一種姐弟 情懷 對有一種 你知道兄弟姐妹會有這種 就是 你可能比方說看你妹妹的 看我兄弟姐妹的臉書 大概就知道他最近的狀況 如何 那種很狀況的自拍 對對對 這不是他 對 小黃大都小黃大 看Facebook看IG 喔 韋華有提醒我們說 現在網路有超多道版 這個啊 對啊這個我真的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很感謝大家對這齣戲的喜歡 可是有的時候網路上啊 我必須說我自己有進去看 畫質很差 你沒辦法調到最清晰 所以你看不到很多細節 演員的表情 比方說你看到 銀軒也好 就是每一個演員 他們其實都有非常細微的表情 你那個真的是要最高版本 就是最清晰的版本 你才可以接收得到 那你就會有一點點可惜 而且廣告前廣告前廣告後的那個都會被剪掉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有時候是落一個很好的過口 就會 你就看不到了 對 就這一點希望說大家支持 多多要支持看的就是正版好嗎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說 不只是支持淑女 像比方說 禮拜五現在也有用酒 我自己也有在收看 我都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台劇 因為這樣子它會讓我們這個圈子 讓這些優秀的演員 是繼續有戲可以演的 包括我 是我們可以繼續有戲可以演的 所以請大家就是盡量不要看 網路上盜版的 拜託 那你要好好一下 剛剛翻檔問自己 我自己問嗎 他說我請家去哪裡 哈哈哈 哈哈哈 謝謝 謝謝 可愛 喔 關於想聽不消音的版本 其實我們有爭取過 但是電視台遲度 我在現場我們真的是不消音的喔 我們就是講那三個字 所以很尷尬的是 我怎麼教小朋友講 哈哈哈哈 我就把他爸爸媽媽直開 哈哈哈哈 就 對 我自己當然也很想聽 想支持的小 想不消音的版本 紅衣服對 是阿滴 阿滴 嗨 好我們差不多要結束 小編提醒我們要結束了 大家明天要上班 對 大家明天要上班 嗯 那 各位有看到就是有什麼心得 就可以上網留言給我們 我真的都會一折一折看 謝謝 謝謝 謝謝支持正反支持台軍 好期待重播時間 我們會跟華視爭取 可能華視會看我們 壽司好不好吧 哈哈 有 嘿嘿嘿 好 還有什麼讓你們多講點話啦 多講點話 快點你們今天特地去找這三位 你知道帥哥 我講點話 特地到我們家耶 千里迢迢快來 下個禮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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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繼續看 我叫戲劇院喔 我叫戲劇院喔 我叫戲劇院 喔對不對 好可以可以 跑到時間 來來阿滴的新電影 新電影 還有一點時間 10月18號江湖南市 那如果呢 大家喜歡淑女養人肌面的警察的話 可以 可以到時候買票去電影院看喔 對 好看 我覺得好看 然後大冠最近是什麼 下個禮拜國家劇院喔 消防期遇見自己 我也有演喔 標榜的 然後韋恩呢 我覺得我想先鋪一點梗 我覺得我在這個劇組 就是 是一個很有緣分的劇組 因為像是我 這檔戲的下一檔戲也是因為這組 這個劇組的人把我推薦的 喔 然後就是冷文仔 OK 所以我才跟他們結上線 然後順利的市場 然後像子鈺姐在這檔戲 有媽媽 我在那檔戲也遇到 而且 對戲的頻率我非常非常多 喔 翻外篇 真的是翻外篇 就是那邊的戲先不講好了 就會 等到看那邊的戲就會覺得 哇那當初在這邊演的時候真的是 真的是緣分 因為讓我在那邊可以跟他們 自然的組合對戲 對啊 然後在那個劇組又遇到阿迪老師 喔對 阿迪老師是表演指導 也是每天跟我們這樣工作 真的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這兩場戲也太有緣分了吧 我真的是 全部都扣在一起 完全是扣在一起的 對 這一定要 我一定要跟各位講就是 我覺得我做這齣戲 我跟陳唐文導演 就是最大的感想就是 真的真心的感謝每一個演員 不管他來演只有一場兩場 或是來拍一天兩天 就是每一個演員都非常精彩 這是我非常就是 感覺到很驕傲的 然後也非常感謝他們 就是聽這一齣戲 要感謝那個 美登峰劇團跟轉劇團 喔裡面呢 台南那邊嘉義的老人劇團 是鄰居 對 像 對對對 就是 就是都很自然 因為我覺得 要演出自然的戲 其實很不容易 我覺得 但是這一群演員就是 非常的 優秀 沒有啦 也要謝謝你們想到我們 欸幹嘛這樣 喔 還沒拍錢就打電話給你們了好不好 哈哈 對啊 今天來我們家喝茶的 哈哈哈哈 只是今天酒瓶燒起來而已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我在這裡啊 對 在後面 食物也燒起來 夜之寶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剛才我們邊看的時候 他們兩個 叫超多吃的 超多 然後也煮超多吃的 對啊 牛排 雞腿排 對 對 啊我是希望說能夠 就是要 要到演員 也可以一起來 大概跟大家一起 吃播 對一起 看看下禮拜 我可以要到誰 對啊 其實現在很期待 就是下禮拜 每一個禮拜 吃肉下禮拜還有空 可以 想來都可以 我食物跟酒都準備拿 我接下來 每一集都會有我 哈哈哈哈 為了來吃東西 還有他要來 好 可以推掉的話 可以當然可以 好 有人說希望下禮拜 蔡詠誠 好我來問問瑋華好不好 因為他最近也在 就是蠻開心 所以我要得問問他 蘭惟華 對 蘭惟華 蘭惟華 蘭惟華在這齣戲 有很突破性的演出 突破 就是把他自己 那個喜劇的天分 開發出來 有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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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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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直播拍歌可以了 好了 我的小編提醒我 12點了 大家要準備去洗洗睡 然後明天要面對 上班 這樣子 然後各位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放在我的本專上面 我真的都會去給你們看 好 還有什麼要跟大家講的 請大家繼續支持喔 耶 蘭惟華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